台东县政府首唱身心灵休闲美学品牌 自然洗漫活祭 今年夏日疗愈祭9月16、17号 是在铁花新聚落疗愈登场 活动中迎来数千的民众 一起沉浸在音乐与自然结合的疗愈氛围 透过活动 期盼可以让民众深度体验 欣赏台东的自然之美 现场参与的民众 随着于家老师的指令慢慢变换动作 台东县政府首创身心灵休闲美学品牌 自然洗漫活祭 今年夏日疗愈祭在9月16号、17号 铁花新聚落疗愈登场 而与一般音乐性演出不同的是 夏日疗愈祭两日的活动中 会先带领参与者 透过瑜伽体验打开肢体 在入业后则是音乐接力 以音疗派对临性舞会 手提演奏的内容感受疗愈氛围 台东县府县长王智慧 以及社会处长与树全民众 一同沉浸在音乐 以及自然结合的疗愈氛围中 也在老师的引导下 一起彩绘珊瑚造型的神明之术 以及海洋生物 穿地爱护海洋的观念 台东县府表示 台东以独具的疗愈力为主调 因此在自然行办活祭 夏日疗愈祭特意做出区隔 从演出节目到主题内容 都将身心灵概念融入其中 县长一直在推动慢经济 台东成为全台湾 做身心疗愈最适合的地方 然后我们从前年开始 推动这个自然型的品牌 在不同的场域 来跟大家做互动 有在海边 有在森林里面 有在稻田里 大自然的互动 把我们的细胞给唤醒 把我们的心跟灵魂都一起唤醒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得爱身心灵的人 喜欢到台东来 同时来自身心灵文创摊商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的 40摊心灵市集 占授各式疗愈小物 方向精油 按摩指压 自然美食等特色商品和服务 再加上自然行办活祭 自制文创商品 丰富多样的内容 让活动更具吸引力 在今年不仅将课程 走入社区和部落 还首次将台东的慢活 疗愈魅力带到台北 10月底也将以温泉为主题 举办慢旅行 也欢迎民众一起体验 台东的疗愈时光 就判罪台东市报导